今天正是月圆时刻 狐狸猫和小树蛙在公园聊天赏月 它们想起了过去很多地方的回忆 一起尬掐 一起推啤酒 一起去游乐园 这时小树蛙看着月亮问狐狸猫 如果去外太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狐狸猫觉得很有趣 假如真的可以到外太空旅行就好了 神奇的事发生了 一阵风吹来 狐狸猫和小树蛙真的来到外太空了 这时小树蛙看着旁边的狐狸猫穿着太空衣 很笨拙地正在跳跃的样子 不禁笑了出来 狐狸猫用对讲机向小树蛙说 你不要笑我了 你走路的样子也很好笑啊 小树蛙这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想走的方向 而且好像是漂浮在空中 小树蛙用无线电问狐狸猫 为什么我们在外太空时 没办法像在地球上一样正常走路呢 狐狸猫先向小树蛙介绍宇宙间的任何两个物体之间 皆有互相吸引的力 称作万有引力 互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所以两粒的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小树蛙听完后说 如果任何两个物体之间 皆存在万有引力 那像是月球对地球的吸引力 书对桌子的吸引力 饮料和蛋糕之间的吸引力 我和你之间的吸引力 这些都是万有引力咯 狐狸猫夸奖小树蛙实在太棒了 这么快就能举一反三 他接下来问小树蛙 那你觉得有哪些因素 会影响万有引力的大小呢 小树蛙想了很久答不出来 他请狐狸猫赶快告诉他 影响万有引力的大小有两个 一个是两物体的质量 一个是两物体间的距离 在相同距离下 两物体间的吸引力大小 与两物体的质量乘积乘正比 甲图的万有引力为F 但质量皆变成两倍后 以图的万有引力变为4F 也就是当物体质量越大时 两物体之间的吸引力就会越大 当两物体的质量相同 两物体间的吸引力 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丙图两物体间的距离定为一单位 丁图两物体间的距离定为二单位 这时丙图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大小为4F 丁图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大小则为F 也就是两物体的距离越远时 它们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小 从上面的说明 可以了解万有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乘积成正比 与两物体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科学家将万有引力长数G 带入关系式中 时等式成立 称为万有引力定律 小树蛙和狐狸猫在外太空感受到太空漫步的感觉 便是因为每个天体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 所受到的万有引力微弱 而感受到无重力的感觉 接下来请同学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吧 在地球时 我们可以稳稳地踏在地上 便是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吸引 其方向指向地心 而一个物体在某个星球上的重量 是来自物体受到该星球的万有引力 小树蛙提出疑问 如果地球上缺少重力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这时所有东西都会离开原本的位置漂浮 就像在外太空一样 生活变得有点不方便 小树蛙现在才知道万有引力真的很重要 这时一阵快速地旋转 小树蛙和狐狸猫又回到公园了 到底刚刚为什么会跑到外太空 就留给荧幕前的同学想象吧 经历了一趟神奇的旅程 狐狸猫和小树蛙决定写下日记 并整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以下的重点整理 万有引力定律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皆有互相吸引的力 此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乘积成正比 与两物体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物体的重量就是物体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也称为重力 其方向指向地心 最后和狐狸猫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宇宙中有四个不同的星球体 质量分别是N 3M 2M 5M AB星球和CD之间的距离相同 请问AB星球和CD星球之间 谁的万有引力较大